有些人可能就問 為什麼偏偏要歸命阿彌陀佛呢? 不是還有東方 西方 南方 北方這麼多佛菩薩嗎?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偏偏主動給我們介紹阿彌陀佛呢? 就好像現在 如果說有人勸你說要去澳洲住 我們可能會問 我不去不行嗎? 為什麼偏偏要澳洲呢? 那其實 佛勸我們的話 不應該把它當作跟一般人所講的話一樣 譬如說 如果今天我們聽到一位總統跟一位乞丐講的話 那請問這兩種人 他講話的效果會是一樣的嗎? 當然不一樣啊 因為一般總統所講的話 會比較有分量 今天如果說 總統給我們介紹一個東西 我們當然相信的程度就是高很多了 甚至打廣告的時候 你會寫說 這是總統recommend 這是總統推薦的 是不是? 各位 請問打廣告的時候 你會寫說 這是路邊乞丐介紹的嗎? 當然不會嘛 因為我們知道 乞丐講的話沒有力量 所以你看 同樣是一句話 但是 如果這句話是從大人物講出來 他感覺就不一樣了 相同的 今天是釋迦牟尼佛在《阿彌陀經》 主動的給我們眾生介紹阿彌陀佛 勸我們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那這樣的話 就不能當作跟普通人說的話一樣了 因為佛講的話 含金量是最高的 在佛門裡面 是以佛講的話為最高標準 最值得信賴 當然 這樣子 看到佛這麼說 我們當下信受就行 也不必懷疑的太多了 只是說 對有些人來說 他會覺得說 他的疑惑都沒有解開 就是很不舒服 腳下的問題 躲在心裡的 很不慘快 那我們就來研討 為什麼說佛會勸我們要歸命阿彌陀佛這一尊佛呢?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不選其他的佛菩薩? 反而他是主動來給我們選阿彌陀佛呢? 那這個在善導大師的著作 他有解釋過 我來先把善導大師的法語先讀一遍 卑智之心 廣宏四十八願 以佛願力 五逆之於十二 罪滅得生 半法慘題與悔性皆碼 這段法語是善導大師的解釋 就解釋說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勸我們眾生要念 南無阿彌陀佛的多? 不只淨土三經而已 其他佛經也常常看到釋迦牟尼佛會提到阿彌陀佛的 連罪能夠代表大稱的《法華經》跟《法言經》裡面 你也看到釋迦牟尼佛勸眾生要歸命阿彌陀佛的經距 甚至 不只釋迦牟尼佛 其他的諸佛也是一樣 為什麼這樣呢? 好像釋迦牟尼佛跟十方諸佛 他們都很偏愛阿彌陀佛的 一直勸我們眾生要跟隨這次佛的就對了 那善導大師解釋說 但為凡夫亂想 寄託無由 大師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凡夫亂想 煩惱多 妄想多 這樣的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寄託在其他佛菩薩的地方的 也就是說 其他佛陀 其他淨土 這些都是要求條件的 而且是非常高的條件 就好像說 現在你去旅行的時候看到一個旅館一樣 你看 有些旅館好像好調 就寫著5星級 6星級 各位 6星級的旅店你要住可以嗎? 當然可以 問題是 你有錢 有能力住嗎? 你口袋沒有錢的話 你要住 想住也住不起嘛 是不是? 相同的 有其他佛陀 有其他世界 有很多淨土 其他佛陀也不會拒絕我們的 但是我們有本錢 有條件 有能力 符合其他佛陀的條件嗎? 像《花眼鏡》裡面的《花葬世界》 你看他是要度那里世五愛的法身大師大菩薩 那請問你是大菩薩嗎? 你還有沒有煩惱? 你會不會生氣? 你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憂慮起情緒等等的? 如果還會 你就是反覆 你不是菩薩 你跟《花藏世界》就是不相應 《花藏世界》甚至要求是法身大師 那個是大菩薩 最代表的人物是普賢文術這些大菩薩 我們能夠達到這樣子的水平嗎? 如果說你能夠達到這樣子的水平 你就不會在這個娑婆世界輪迴受苦了 《花藏世界》的披露正大佛是不會拒絕我們的 但是我們有辦法達到它的要求嗎? 那怎麼相應呢? 所以要投靠其他的佛菩薩就不是這麼容易的 自己要有本權修行的功夫才行 要不然肯定就是沒有辦法 不是說其他的佛菩薩不慈悲 而是我們凡夫達不到他們的標準嘛 就像剛才所講的 6星級的旅店費用是10萬塊 但是我們口袋只有10塊 那你怎麼能說那個旅店不慈悲 不讓你進去呢? 因為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善導大師說 但為凡夫亂想 寄託無憂 我們亂想凡夫 神的沒有地方可以去 這個凡夫可能連五戒十善都做不圓滿 這樣還想超越輪迴 你根本就不用打妄想了 所以現在 全世界信佛的都比其他宗教的少 因為一般都認為說佛教的標準很高 很難做得到 所以一般人對佛教就產生距離感 那怎麼辦呢? 很多眾生不能得度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想到的問題 佛也會想到 這一尊佛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成佛之前是一位國王 那想要眾生的解脫 他就把王位捨棄來出家了 又想到說 這佛法太難了 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 他就發現成就一尊要無條件救度眾生的佛 為什麼說阿彌陀佛呢? 是無條件呢? 我們看 尚導大師說的嘛 尚導大師說的 在念佛法門 現在不管是天道人道 不管是善人惡人 也不管你有沒有吃素 也不管你會不會修行 也不管你能不能出家 也不管你能不能亂煩惱 在念佛 阿彌陀佛通通都會收 甚至無逆十惡都收 就曾經罵過佛的 曾經講說 阿彌陀佛哪有什麼阿彌陀佛哪有什麼極樂世界 這樣誹謗佛法的人 完全是沒有善根的 像提伯達多的那一種 但是 只要肯回頭念佛 阿彌陀佛都會救他 所以這幾句法語 你看 讀起來就很有力量 人天善樂皆得往生 道皮無術 其痛不退 五逆自於十惡 罪滅得生 半法慘低 回心皆亡 這些幾句 你不用解釋太多了 因為你一讀就很清楚了 就是很有力量 你一看 就知道 阿彌陀佛的慈悲是沒有條件的 是啊 各位 連罵過阿彌陀佛的人念佛 阿彌陀佛都要救 也能救 就算是他最後才念起身佛號的 就將也能夠得度 那請問 你這樣還叫做有條件嗎? 當然是沒有條件啊 所以每一尊佛都勸我們眾生要念 Namma Ami Thovo 就是這樣 因為這是一個決定能夠保證得度的法門 這是其他法門沒有的特色啊 讓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讓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